哎呦 哇 我的车怎么又卡住了 哦 这边是个拐酒啊 不卡就怪了 嗨 我是老外币 今晚要吃鸡雷好 我是炮心 甜心在里面帮我找了一把98k 我要进去求一下 这个咋办呀 要不甜心你帮我送出来吧 哎呦 这辆破车真打事啊 哎 子拉夫 干嘛 他上我车了 哎 你别撞我 哎呦 哇 这老虎怎么变得那么好呀 表现还不错啊 那M3的事就战气原谅你一下啊 98k拿着 本来我是很生气的啊 准备把这老虎从吃鸡里也踢出去 What 暴走的小鸡鸡打死了我的甜心 我才离开一会儿 甜心你怎么就死了 好 我给你报仇啊 这个车怎么又开进来了 气死我了 又来一个人 这个是四排模式啊 暴走的小鸡鸡 就是你 我还暴走的大鸡鸡呢 呸 我指的是吃鸡的鸡啊 秋粉了 一代 既然甜心凉了 咱们就去找只老虎吧 因为这把咱们要吃鸡的啊 好像只老虎的车也卡住了 但是卡得非常的奇特 我来帮你 呃 这个车怎么这么奇怪啊 感觉像5029水粘上了一样啊 那我再来一颗啊 季老虎闪开 我要炸你咯 我丢 哈哈 好了好了好了 哎呀我这不就惨了吗 怕毒怕毒 然后今天晚上六点半西瓜视频直播 等你不见不散哟 停啊 后面有人啊 一车子快递 一千收 好的 双杀 这老虎给我留一点东西啊 都是我打的 你别舔 哎呦 我的八倍筋又被人拿走了啊 你怎么这么能抢呢你啊 好的 咱们这把鸡的话也是轻松的吃到了 那么今天再来一个脑筋 进来玩考一下你们哟 甜心什么家务都不会做 脾气又坏 他爸妈为什么还拼命催他结婚呢 哈哈 我已经猜到答案喽 这可是甜心出的脑筋机长网啊 大家记得把答案评论在视频下面哦 别忘了点赞转发收藏视频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 晚上六点半见